舉例而言如果你今天需要去更換這個設備 然後你是完全沒有標示的 三台電腦一字排開 一台秀出投影片 一台則是隨時掌握學生線上出現的問題 與學生互動 老師對著鏡頭上課與學生進行線上遠距教學 方式來做存取的管控 疫情緊繃就怕上課引發群聚感染 清明列假剛過 台大就宣布百人以上課場 全部改採遠距教學 同時27號起60人以上的課程也都要用遠距教學 這一學期可能遠距教學的實施是適在必行 截至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有75%以上的60人以上的課程 都有線上的影音的資料儲存 另外校方也提到 如果老師還沒有準備好遠距教學的教材 與學生上課時都要戴上口罩 各級學校防疫自主強化 還有台師大 因為一名學生確診在6號也開始啟動遠距教學 台師大從6號到17號全校實施 遠距教學另外交通大學全校60人以上課程 4月27號起將全面改採遠距教學 而陽明大學同樣抄前部署從3月30號到4月10號開始實施體育實習實驗等操作性的課程 通通通改採線上教學 不過也有其他大學看法不同 全大校方認為遠距教學只是權一做法不可能全面實施 因為如果都是遠距教學 學生不用到校 反而進入社區活動也可能會成為防疫鋪口 私校工會也認為遠距教學有不少問題 一旦冒然實施恐怕將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記者正宗溫生台北採訪報導